有那么一瞬间 漆黑的海天之间骤然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 好像顽皮的小孩儿在深夜投来了一颗石子 令天穷之上仿佛永恒的黑暗被撕裂了 这里并不应该有天空的 因为头顶便是无穷尽深渊 看不见底的地狱 但现在 却有炽热的烈光从那里的最深处的黑暗里亮起 坠落 瞬间 贯穿了海和天 撕裂一切 迟来的呼啸声骤然迸发 无穷尽的火焰从未知深度之下浮现 向着如今的地狱 边境和陷境呼啸而来 一树又一树的燕光刺落 深深地歇入了海面之中 近乎触及这现象的最底层 到最后 整个海面之上 尽数被光明覆盖 光明如林 一声凄厉的悲鸣乍响 突如其来 刺痛了所有人的耳膜 撕裂了所有人的意识 好像要将痛苦感同身受的应刻到每一个魂魄之中 在海面的倒影中 那一片蠕动的黑暗已经被树枝不尽的光毛所钉死 贯穿 无数粘稠的血液毫不科学地从海面之上喷涌而出 化作逆流的瀑布 腥臭的味道扩散 带着无数弥散的噩梦还有腐烂的霉菌 黑暗在抽搐 艰难挣扎 它想要逃走 可是却在无法移动 最后一瞬间 奋尽全力地探出了触手 想要触摸群星号的边缘 只差一线 在那里 所有和它的联系都被斩断了 它注定无法登上这一座逃亡的列车 将在海中迎来自己悲惨的周末 数十公里之外 考察船上 扶着栏杆的大胡子海员举起了望远镜 凝望着着远处的惨烈景象 这里是白鹿号 请求空袭 他抬起对讲机说 请待命并做好观察准备 很快 对讲机里就响起带着电流声的汇报 这里是独廊 升空完毕 待命中 敌人在群星号正南方 海员低声说 天气阴 无尽之海的浪急为三 可以攻击 收到 对讲机里传来短暂的低雨 三秒钟后 黑暗的天穷之中有什么庞然大物一掠而过 被火光照亮了瞬间 自遥远的地狱中升起 抛下了什么东西 又再度归还 沉默里 再度有撕裂一切的轰鸣 随着恐怖的浪潮席卷向四面八方 凄厉的惨叫声越发的高亢 抚梦女王艰难的挣扎 目击完成 攻击有效 毒狼 再来一次 收到 黑暗的巨物再次从地狱的深处掠过 洒落毁灭的包牙 令狂乱的艳光再度冲天而起 海面的倒影中 那一片黑暗已经被点燃了 照亮了凄凉的地狱 宛如人类的哀哭声回荡在空气之中 再度扩散开来 可不论它如何的反抗 鸣叫 嘶吼 都无从改变接下来即将发生的命运 毫无怜悯的进攻 不 柔令依旧在继续着 没有片刻的停止 足以将一整个地狱都焚烧殆尽的火力被投放在了这无尽之海上 整个黑夜被点燃如白昼 庞大如山月的利刃自地狱的深处斩落 深深的在海面上离出一道鸿沟 利刃消失在地狱的深处 可海面上的鸿沟却无从弥合 抚梦女王已经被从正中 斩坐两劫 凄力声渐渐衰弱 观测者微笑 抬起对讲机 支援组汇报情况 漫长的寂静 无人回应 支援组汇报情况 依旧死记 死记之中 考察船上 骤然有刺耳的警报声响起 他错愕回头 却看到自船舱中缓缓渗透出的粘稠星红 三分钟前 亚洲统侠局第四决策是 一片低沉的喧嚣 每时每刻都有数百条来自各地的汇报和申请涌入 大量的全新的文书等待批放 源源不断的工作积累而来 每个人的脸上带着困倦和匆忙 来回奔走 带着报告和文件不断出入 可刺耳的警报声却突如其来的刺破了这一片喧嚣 所有人错愕地抬起头 面面相去 死记突如其来 紧接着 有推门的声音响起 在外面 一个眼神呆滞的文员艰难地扶着墙壁 走了进来 冲着所有的同事咧嘴一笑 如此的猙獰和丑陋 退后 察觉到不对的警卫拔出手枪 对准了他的脸 站在那里 不准上前了 于是他便站住了 只是微笑着 嘴唇渐渐地开合 源源不断地流出了粘稠的血 具响之中 警卫扣动了扳机 两次 击碎了他的颅骨和心脏 可是他却没有倒下 依旧僵硬地站在原地 扭动身体 嘴唇艰难地开启 合拢 他说 撞灾 撞灾 无 血 再然后 残缺的身体迅速膨胀 壮丽的鲜血从躯壳中喷涌而出 好像瀑布一样 但此刻鲜血却化作了火焰洪流 吞没了一切 暴虐的火光吞没了一切 将所有触手可及的东西尽数化作了灰烬 亚洲统侠局第四决策是 沉默 在尖锐的盲音之中 爱情面无表情地挂断了统侠局的专线 无需任何解释 在通信断绝的瞬间 他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哪怕危机正体依旧不明 但依旧在第一瞬间接受了这一份来自地狱的惊喜 寂静的车掌势里 他沉思了片刻 伸手 从口袋里掏出了装着烟卷的铁盒 手机 手枪 以及最后 一个火柴盒 小小的火柴盒打开 里面只有三根纤细的火柴 就算没有吸烟的冲动和想法 他依旧将这三根配发给自己的警罩取出 放在桌子上 第一个问题 指挥部目前的状况 他点燃了火柴 升腾起的火光里 有爆炸和残尸的幻影浮现 火光闪现一瞬 便无风自灭 他的心中一沉 第二个问题 接下来群星号上将发生的事情 他点燃了第二根火柴 火光再度升腾 他看到了庞大如山的列车被笼罩在阴影之中 紧接着在动荡里分崩离析 化作无数碎片散落在海洋之中 消失不见 火光燃尽了 烧痛了指尖 他长出了一口气 保持着镇定 将燃尽的火柴丢进垃圾桶里 拿起了最后的一根 第三个问题 敌人来自何方 可这一次 火柴不论如何都无法点燃 哪怕他讲灵纸擦破 也没有一丝一毫的火花胆感从其中跳出 但这反而也是一种提示 无从被警罩所揭露出的东西 反而尽数被分门别类的记录在了他的使用说明中 只要仔细的分析 寂静里 忽然又令人不安的敲门声响起 充满节奏的响了三次 然后 便有一缕飘忽的雾气自门缝中缓缓的流入 化作了一个枯瘦男人的模样 在斑白的头发之下 他两颗碧绿的眸子亮得吓人 就好像 通往什么噩梦一样 初次见面 这位女士 名为莫兰多的男人风度翩翩的俯兄致意 可否请教姓名 短暂的沉默之后 爱情抛掉了手中的火柴 冷声问 亚马丁那个家伙呢 门口的那位警卫吗 莫兰多想了想 露出微笑 他睡着了 梁霄在呼唤他 想必接下来就轮到我了吧 爱情微微的挑起眉毛 伸手 拿起了桌子上的手枪 拨开保险 拉动枪栓 抬起枪口对准了面前的敌人 你觉得我会束手就擒吗 莫兰多被他反抗的样子逗笑了 一个升华者 却没有圣痕 就算手里拿着枪 又能做得了什么 让我猜猜看 枪里是一枚编号咒谈 啊 搞不好是为我准备的也说不定 可你觉得你能够击中吗 或许你另有底牌 但是 一个沙哑的声音从爱情身后浮现 你又准备向着哪个我射击呢 伴随着莫兰多的话语 一个又一个的枯瘦男人从墙壁之后浮现 带着从容不迫的微笑 伸手 按住了他的肩膀 被他按住的地方 衣服之下的皮肤迅速的褪色枯萎 血气消散 爱情的脸色渐渐苍白 不要动 莫兰多戏谑的轻笑 否则我也控制不了我自己 真巧 有另一个声音从房间里响起 我也是 硫磺的气息骤然随着焦热的风扩散开来 在爱情的身后 一双琥珀色的眼瞳缓缓开启 一个模糊的人影缓缓浮现 随之而来的 还有他身后那庄严而庞大的争鸣轮廓 那是龙 赤红的恶龙 伴随着来者的低语 锋锐的鳞爪横扫 瞬间 将面前的莫兰多撕裂 逼退 将爱情笼罩在羽翼之下 龙 瞬间的恶人 莫兰多迅速后退 终于窥见了那一头火红色的长发 安德利亚 你不是三阶 莫兰多恶人 旋即警惕 三阶 一个月之前大概还是来着 安德利亚似笑非笑的撇着他 不过 除了学术上的成就 这种个人力量的增长 根本不至于挂在嘴边到处宣扬吧 如今的红龙安德利亚咧嘴 火龙的猙獰头影垂落眼瞳 暴虐的眼神落在莫兰多的脸上 敢于自投罗网的话 你一定有所准备吧 既然如此的话 陪我一起 玩玩吧 一瞬间 炽热的洪流呼啸而出 轻而易举地撕裂了车厢的那层 自群星号的顶层呼啸而出 横扫 火焰利刃瞬间在夜空中滑出了一个弧度 自黑暗中向远方传达警报 紧接着 安德利亚踏前 背后的西装碎裂 两道猙獰的羽翼缓缓展开 而在双手之中 空气动荡 在热力学定律的引导之下 空气在瞬间爆燃 凝结 探索 到最后形成了粘稠而刺眼的电僵体 随着它的挥洒 向前呼啸而出 好像太阳在瞬间将莫兰多吞没了 可剧烈的痛苦中 随着躯壳焚烧殆尽 无穷尽的黑暗却化作了蝙蝠一样从破碎的身体中飞出 漫天飞舞 无数星红色的眼瞳睁开 蝙蝠群重新汇聚 血色的冠冕已经关带在了莫兰多的头上 神迹刻印得古拉 那一瞬 莫兰多并不急着进攻 反而凝笑 吟诵出了导向灾厄的皱纹 从前 有一个梦 一个故事 一个充满不祥的故事 从他的口中吐露而出 瞬息间 群星号上 数千人的眼瞳自昏尘中缓缓亮起 随着他一同银颂 讲述其来自深渊中的黑暗童话 一个有关 噩梦的故事 是的 统侠局被爆破了 猫猫流泪 可以给可怜的小风月几张月票吗 毛 arkadaşlar ograf esta 几个声ied 由毛刊